来来来 宝子们 猜谜时间到 下面两张图中 哪个是蓝胖子的真实身高呢 别论区来走一波 那么今天的故事开始咯 你们说打架谁会赢呢 显然静香认为猫是弱势群体 让猫狗一加亲 蓝胖子竟想出了个阴间办法 拿出超级混合机 听着名字就知道这是要造新物种啊 分别给猫狗带上道具 妖兽了 这机器竟然给俩小可爱吃了 但下一秒 一头崭新的生物出现了 但静香可不需要这种奇葩生物 然而回到家又吃到个大瓜 老爸竟然被古董店给骗了 花了全部家当买了口酸菜缸回家 还想坐等升职 看着酸菜缸无处可放 大雄决定要当回大孝子 他将酸菜缸与浴缸相互连接 然后按下按钮 老谈酸菜浴缸上线了 还想继续造新品 老妈上一秒还在找新神器 下一秒就拿到了新产品 至于电视嘛 已被大雄回合到了储物柜里 但对于主妇来说 多少有点碍事 会烤面包的运动 让您干活再也不饿 带着打火机的剃须刀 让您想烧哪里烧哪里 最奇葩的改造 还有数冰箱 马桶冰箱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大雄决定将自己的喜悦 分享给别人 看着镜香大包小卷的 要去上小提琴课 宠气狂魔就送上了 边骑边弹的自行车 看着妹子要求小夫 打羽毛球脱单 大雄就要给小夫 送上爱的助攻 冰淇淋羽毛球 另一面的安雄春夫 吃毒时吃得正香 背后就冒出一名 劫富其贫的壮汉 看着胖虎就要独占美食 大雄他的 他又来了 一面连接薯条 另一面连接大树 按下按钮 接着一棵全新的大树 就出现了 满满的薯条 只要有了这棵树 让你薯条管饱吃个够 仅仅过去一刻钟的时间 薯条树就被吃成了秃子 它将鸡块跟水泥管相连 按下按钮 这里有多大的胃 才能造出水泥管这么大的鸡块呀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要出意外了 区区一口 就磕碎了胖虎一口 二十八颗牙 两人玩了一圈回到家 起了今天的零食 竟只有一个铜锣烧 但两人又不想平分 既然铜锣烧分不得 那就只能混合了 终于啊 终于还是做起了人体实验 下一秒 也比A梦诞生了 可两人一个喜欢一睡睡一天 一个喜欢约会约一天 一言不合 竟不打我自己 所以说是大雄更疼呢 还是小多拉更疼呢 八卦人八卦魂 八卦之魂永长存 收获最前沿情报的小夫 刚要报告隔壁老王的猛料 大雄就来拆台了 不就是相信失败了35次吗 可大雄失策了 大雄笑嘴闭塞 人家隔壁老王都失败39次了 这出其不意的暴击 让大雄只能默默离开了吃瓜圈 可大雄这个宅男怎么赢度过小夫 小夫不仅善于交际 而且还有个上面有人的老爸 家里足以当国王的财力 让他有着最先进的设备 眼看软硬件大雄都输了 蓝胖子拿出消息灵通鸟 决定打赏翻身杖 一声令下 灵通鸟就出门窃听八卦去了 顿时 小珍珠各处都有着灵通鸟的身影 首先回来的鸟儿 带来了明天肉店打折的消息 这消息 老妈估计能高兴到失眠 接下来的消息 是鹿木匠去了胖虎家商店 也让秒速感到 此时的胖虎紧张得脸都慌了 鹿木匠一个微笑 就让胖虎小脸燥热 有鹿木匠在 胖虎也不好对俩偷看者动粗 鹿木匠的一贫一笑 都让三人神魂颠倒 他成功得到了亲笔签名 小夫还在整理八卦 就不曾想大雄一取代自己 当了八卦王 小夫当然不服 就要来场八卦对决 小夫本以为 可以靠着隔壁老王相亲失败四十次 打个翻身仗 可大雄的消息是 不仅相信成功 而且都要约会了 为了证明真伪 两人决定现场考察 果然如大雄所说 两人就要约会了 李渔芳就喜欢隔壁老王这种 长得安全的 看来这就是真爱了 当大雄成功搬回一城 鸟儿不停地带来最新八卦 就连蓝胖子来喊吃饭 也没时间 甚至连睡觉也不睡 第二天 顶个熊猫眼进了教室 开口就报了胖虎的秘密 还在汪峰发新歌前 就透露给静香娱乐圈的八卦 大雄稳坐八卦王 让小夫嫉妒的牙痒痒 一路跟随大雄 定要找出秘密所在 看着大雄连路边的八卦都不听 更坚定了自己的猜想 到了家门口的大雄忽然精神抖擞 听到灵通鸟的八卦后 火机火了的就要广而告知 小夫守住在兔 他真就有了收获 这次的八卦 是隔壁老王要在水族馆约会 大雄小嘴巴巴地讲个不停 就不曾想踩到了雷点 却被隔壁老王的女友听歌正着 这下闯大祸了 俩人一路奔跑 正好碰到隔壁老王要被分手 只因为女友误以为 老王是个碎嘴子 老王一个激动 撤下了对方的袖子 这下无法挽回了 这下大雄慌了 就因为自己一时的虚荣心 害了一对情侣 而此时 小夫再次取代大雄 坐毁了八卦王的宝座 大雄失落地回到家 蓝胖子正在发现丢了一只鸟 虽然鸟儿带回了 老王女友在公司被排挤 他不会做饭的八卦 可大雄听着却觉得格外刺耳 做错事较勇于认错 蓝胖子被大雄感动 俩人一起来到老王家 为了让老王振作 俩人还爆料了 老王女友的坏话 别看老王人长得普通 但三观却超正 就算分手也不能说前任坏话 果然好人有好报 一番肺腑之言 让隔壁老王重复爱情 看着这份难得的爱情 大雄终于笑了 另一边的灵桶鸟 带来了最高机密 直接把小夫吓一遍形 丢了的灵桶鸟又回来了 他带来了小夫求救的八卦 大雄两人还在蒙圈 外星飞碟已经小夫带走了 是因为小夫都八卦到外太空了 所以小夫到底打探到了 外星球的什么八卦呢 大雄要求静香 来家中体验双人鸳鸯玉 可静香不仅来了 还邀请了三名大汉 要玩大雄拔河 这么有意思的游戏 到底是谁发明的呢 听到大雄要去没人的海边游泳 蓝胖子一口拒绝 不会游泳的你是要去自寻展见吗 可小学生也有自己的苦恼 不想在人前丢人 可帅气的蓝胖子要忙着约会 最懂蓝胖子的大雄 立马跪球 来个人一门也可以啊 为了防止大雄溺水 蓝胖子拿出了室内游泳训练器 转动阀门 就要先来个大水淹加 大雄形成了个四方水体 这就是室内用水 大雄再也不用担心 别人瞧不起的眼光了 大雄脱掉衣服 一个信仰之月 结果摔了个人羊马翻 原来蓝胖子忘记 给大雄用配套的乳霜了 再导致大雄被弹飞 蓝胖子让大雄再试一次 有了上次的教训 大雄这次小心翼翼 确认可以后 一个残跳进入了水中 蓝胖子让大雄试着游一下 大雄扑登着两米的大长腿 水也跟着一起前进 没有大风大浪 也不用担心溺水 蓝胖子正在放心的去约会了 蓝胖子走后 大雄还主动说起了情话 宝儿我打一秒了 打的是爱你的每一秒 大雄越游越勇猛 顺着楼梯就往下冲 结果自身变成弹力球 撞破大门才停了下来 大雄一个猛子钻出水面 发现竟然没有受伤 这水的保护力就是厉害 大雄遇到厨房 取了个铜锣烧 边游边吃 它不香吗 现在就差个女玩家了 大雄给静香打去电话 邀请她来个双人鸳鸯浴 为了能在媳妇面前赚足面子 大雄决定勇敢地丢掉游泳圈 可实践永远比想象残酷 大雄刚游出四十厘米 就沉入水底 认清现实的大雄 觉得游泳圈也不是很丢人了 可游泳圈呢 大雄旁观一早 发现了楼梯上的游泳圈 说着就要去拿 却被拉回水中 无论大雄怎么挣扎 都会被拉回 大雄无能狂怒 差点把自己拉成腰间盘突出 同时也认识到一个严峻的问题 不能坐着休息 为了休息 大雄选择用最单纯的扑腾 终于在他两米大伤腿的不懈努力下 拿到了游泳圈 可惜失去平衡 再次变成弹力球 好不容易到手的游泳圈也泄了气 大雄又累又饿又困 差点在水里睡过去 总想着自救一下 可每一次尝试就是一次溺水 大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这时景香来了 没人开门 却听到了大雄的呼救声 冲进房间 就看到溺水的大雄 人命关天 还在乎啥男女受受不亲啊 抓起小手 就玩命往外拉 可惜让大雄再次溺水 眼见自己一个女汉子不行 景香又美丽的面庞 召唤了三位勇士 小伙伴们看到这一幕 都看傻了 胖虎拉住大雄 其他三人拉住水 可胖虎越用劲 大雄就越感觉 自己胳膊要断了 最终还是失败了 约会完了的蓝棒子 终于回来了 就听到了大雄的呼救声 赶紧拿出道具 把水吸了回去 大雄的身体 终于算是得救了 可在家里游泳 冻得溺水 这种天方夜谭 估计得让大雄被笑上一阵子了 那么小伙伴们都会游泳吗 你见过这样的维密时装秀吗 虽然每件都是过时的服装 但组装在一起 就又是一种时尚 迪亚伦气质这块 胖虎是拿捏得死死的 而这场不出大牌的时装秀的设计师 正是小夫 但天下没有免费看的秀 这其实是为了他的品牌 小夫卡班奈在造势 虽然没听过 但不妨碍胖虎耍帅 小夫人小理想大 未来要当时尚设计师 而且要用自己的品位引领潮流 大雄看不惯 只能虽小夫拿过时衣服往身上套 但时尚都是轮回的 比如30年前的服装 在现在某一天突然就又流行起来了 如果仅仅是这样 大雄觉得自己也可以是个时尚大师 于是关于时尚的雄夫对赌就开始了 关于时尚这件小事 大雄虽然不懂 但大雄记得小夫的是李明言 流行是轮回 时尚是循环 但因为老妈会上工些旧衣服 齐了老妈最珍贵的旧衣服 接着大学学前班的儿童帽 至于土逼老爸 倒是有条穿了15年的裤子 款式不咋地 味道还挺重 既然爸妈不靠谱 大雄只能靠自己 靠小学生的东西又怎能时尚 蓝胖子只好拿出时光热线电话 这个可是可以跟未来商店网工的电话 只要用了它 就可以用大雄的旧衣服换取过去的潮服呢 接着对着大雄一照 苏格兰达鲁峰就穿在了身上 虽然是80年代的服饰 但完全不属现在 大雄想到个大小子 给老爸来了套80年代不良风 这不是为难三好学生的老爸吗 大雄也想尝试更多风格 结果老妈到了菜市场 就成了这副鬼样 而大雄这套背后搞鬼的换装术 却被小夫看在眼中 这时静香恰巧路过 直接给静香来了套马尾时尚款 这装扮 放在现在也是汉好看的呢 大雄好感度喜加一 但小夫不会轻易认输 他直接让老妈拿出最具震撼力的服饰 还别说小夫妈还真有 妥妥的夜店蹦迪风 但老妈还有一套 这套细皮风上了帕虎身 近以来妹子也为帕虎升星星 为了不输掉时尚达人的名号 大雄又弄了套文豪风 妹子的心也真是善变 帕虎虽丢了妹子 可小夫丢了面子 小夫翻箱倒柜 甚至想走奇葩风 但一道金光 让小夫觉得这对毒稳了 大雄正面又来了套贵族风 可怎么感觉还不够复古 不稳 生发大雄会给差评 客服表示会为大雄寻找最古老的服饰 表人的时装性用终于开始了 首先出场的是虎夫组合 24K拳机打造圣斗室 外加带有小夫家组绘的头盔 还有能削苹果的配件 总之就三个字 有钱任性 本以为这局稳了 可大雄也并非等闲之辈 时期时代的原人时装服饰 此时客服又送来了更原始的 所以说最原始的服饰到底是什么呢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赏花季 喊上对象 然后再叫上一群单身狗 完美 小夫这次帮大家抢了块赏樱花的风水宝地 谁让他的老爸认识某某某呢 拿出美食桌布 就要先从干饭人下手 蓝胖子不用说 铜锣烧准没错 至于情侣党 天天圈配营业饼 免费大餐 怕我可不会客气 点了猪牌三件套 可到了多拉美这里 他去面露南色 却在手中捧着最爱的食物 多拉美还是借口返回了未来 吃货不爱吃 事情不简单 小夫道出了自己的歪笔邪说 并不是所有的蜜瓜包都叫蜜瓜包 为了能够在线吃瓜 还能保住赏银化的风水宝地 蓝胖子临危寿命 当了那个留守猫咪 私人出发去寻找多拉美 却不知多拉美就在附近 被勾立的蓝胖子 这好化食欲为动力 大熊四人来到面包店 想为多拉美买蜜瓜包 结果震惊了 不仅一个店的蜜瓜包被卖光 就连其他街区 也没有蜜瓜包可买 既然面包店不给力不卖蜜瓜包 大熊决定自己做个蜜瓜包 而且还有做世界第一决的超豪华蜜瓜包 计划有了就要行动 做蜜瓜包的第一步 先将包有蜜瓜的曲奇烘烤出炉 而高端的美食就要用到高端的食材 小麦粉要选就选世界第一的 可问题又来了 在哪里制作呢 蓝胖子拿出爆破地下室 用250斤的身躯轻轻一按 一个地下室就凭空出现 小夫是个好奇宝宝 个胖虎一记胡找 试一小夫好好看家 别看地下室入口虽小 里面竟有上百瓶 再拿出浓羹套装 用来制造上等小麦 接着拿出加速钟表 只需调整表盘 小麦的一个生长季就过去了 这一片金黄的麦穗 足够做上百个蜜瓜包了 看家的小夫都惊呆了 眼睛一闭一睁 小麦就成熟了 但上等蜜瓜包 仅仅有上等小麦还不够 最重要的还是阿尔卑斯山的冰山水 专人决定分工行动 小夫想沉浸摸鱼 胖虎又是一记胡找 试一小夫好好看家 阿尔卑斯山环境恶劣 但阿雄只是开门取了统兵 就感冒了 而胖虎也带来了惊喜 那就是蜜瓜包的核心 被害到的哈蜜瓜 这就是胖虎不懂球了 蜜瓜包其实不用哈蜜瓜 一片好心被嘲笑 胖虎可不会忍 而现在只差晃悠一种材料了 小夫以为终于可以活动筋骨了 其了胖虎再接一记胡找 试一小夫好好看家 说好的集体活动 小夫却全程躺平 其了多拉美还这时回来 小夫生怕惊喜被发现 这些化身忽悠实际学者 说谎那是一套接一套 但万万没想到 胖虎竟绑架了头奶牛 膀胖一早发现多拉美 胖虎瞬间化身成 吃多了撑着的斗牛市 小夫趁机跟屋内的人通信 还不让多拉美多看花多看花 显然屋内的人接收到了信号 活机货疗赶出了蜜瓜包 蜜瓜包终于端上了桌 这么大一个 浪尾先都觉得有压力 可别人吃得再香 多拉美还是一脸愁容 下一秒就化成自己有事情 说着又离开了 明明用了上等材料 做的上等蜜瓜包 为什么多拉美还是不肯下口呢 小夫怀疑 是不是蜜瓜包的外表太普通了 这个问题有点深奥 胖虎怀疑可能是蜜瓜包不够大 大小小做成樱花样子的蜜瓜包 可那样就不叫蜜瓜包了 最懂妹妹的应该还要数蓝胖子 她膀胱一扫 有了主意 当多拉美再次归来时 众人又为多拉美准备了新的蜜瓜包 盒子一开 多拉美震惊了 不得不说 这次真是心意满满 其了多拉美依然不领情 而且还泪眼婆娑 但以为是自己手艺太差 其了下一秒 多拉美竟然吃了起来 原来多拉美最近胖了一毫米 毕竟人家是妹子 所以才有节食的 最胖了三十年的蓝胖子 是不会懂的 那么饱子们耍花时都喜欢吃什么呢